各位Move的讀者听众还有观众大家好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我们福大医学院的叶院长 大家好 我是福人大学医学院的院长叶炳强 本身也是神经内科的专科医师 院长我们这一次的主题 事实上是在讨论老人失智的问题 预防的问题 但是我们先在讨论失智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所谓的年长者的健康跟健康老化 我们知道目前国建署正在推量六例 ICOPE事实上这个也是延续在WHO的这样子整个的评估的过程出来的 所谓的六大的老化的那个面向 事实上就是认知 行动 听力 视力 还有什么 营养 还有心情 心情就是看说有没有忧郁 这六大面向事实上是参与了很多的老化 健康老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不晓得这几大面向跟预防老人失智 院长您的观点是怎么样 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对于高龄的那个健康的促进 或者是保健当中他提出六个终点 当然他里面涵盖了从我们脑筋 听力 精神健康 心血管健康 还有一般的肌肉的能力 能可以活动等等 那这些事上面都是有一点年代的 所以跟我们今天本来想要谈的主题 就是失智的预防 或认知的保健 就来讲是很有关系的 第一个就是认知的能力 认知的退步 就是我们失智的最主要的诊断 那过来就是行动 那行动 不管是我们肌肉力量 每天运动 这些都是所谓的行动 然后当中有一个跟听力相关的 那听力相关的保健 或者是对于听力有听损的长辈 要建议他们带助听器等等这些 也是过去这几十年发现说 听力跟脑筋的能力 也是有关联的 所以听力这一部分也是在里面 再过来就是营养 那营养跟就是我们怎么吃 吃的健康 同样的也是跟我们脑筋 也是有相关 所以我觉得这个IQO的这几个重点 跟我们卫福部的量六例 量六例就是说去评量 评量这六个能力 然后来看他的健康 我觉得是一个还蛮好 就是容易我们容易记得住 容易记得住 也很好推 在社区也很好推 这样子 大概也很长一段时间 关注那个失智预防的 全世界所发展 或者是所推的一些工作 那当然目前做的最好的 是在北欧 北欧、芬兰跟瑞典 他们所推出的 他们的一个政策 那他们这一个 这些研究大概前 持续做了快二十年 那后来我们就整理出 十个大脑保健的那个 就是预防的方式 第一个就是 心血管健康算是一块 第二块就是听力健康 那第三块就是营养 那第四块就是运动 五大块的话就是认知的活动 跟平常我们多动脑 所以这五大块可以放 跟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 事情在做结合 我自己把它整理成 从中高龄 中高龄开始 我们作为大脑保健的 十项预防的建议 那这个的话我觉得 这是跟我们刚才所谓的 梁六立或者是 北欧他们做的那个研究 或者已经在推的 四大面向 就是很 就是彼此吻合的 那刚才所提到的 北欧的那四大面向 就是芬兰他们在 差不多十年前 开始推很认真的 在社区里面 对于一些中高龄的长辈 对非常认真的 的介入 让他们的心血管 健康做得很好 然后有营养师 帮助他们在营养上面 做一个很很重要的推动 就是低中海饮食 蔬果又足够 然后足够的蛋白质 然后低脂肪 然后过来就是坚果 坚果的补充 那这些是我们一般 跟所谓的低中海饮食相关的 那它也是让长辈 可以按照营养师的建议 来做椅子 那第三个有密集的 类似密集的上课 大概有至少三天 要很认真的去做一些 动脑筋的游戏 让大脑活化 那第四个就是运动 对 它争取于请运动教练 来让老人家做一些激励 就是心肺功能相关的运动 所以刚才所提的 这四大类 他们做得很好以后 发现说 经过两年这样子的做的话 跟对照组来比 他们的认知功能的 维持或者是进步 是明显有帮助的 目前就是这几个大的面向来推的话 对认知功能的帮助是蛮大的 所以 假如说我们 各位假如说上 网站去看 所以它就是叫Finger Study 这个部分 我想在临床上面 就是算是蛮被肯定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 早期的预防或者是 大脑退步的延缓 那我是蛮建议 这个部分的 刚才最后一个院长强调 运动 运动的话 一定要走路 还有中高强度的运动 走路的话 有没有一个指标 或者是要走到什么个地步 或者说目前大家很流行的超慢跑 院长你有没有任何的建议 好 我想每个人 就是只要膝盖不错 或者是能够行动的 我想走路还是一个最基本的 每个人都会走路 那走 要大家走路走多久 走几步 才有帮助 因为大家目前手机的使用都很普及 所以这手机的APP里面 都可以帮忙自己看到说 每天可以走几步 都可以查到 那我想最简单 或者是目前很有课 实证根据 就是科学研究 知道说 到底走多少 是对身体有帮助的 大概可以这样子用一个指标 就是以八千步 八千步 八千步 来做一个很好的指标 就是说走八千步 就算是对健康有帮助的 那当然我们有在好多年前 台湾也在推每天一万步 那当然一万步 是比八千步 还要又多一点点 那不过 我们总要就是 会注意到说 我们能运动的时间 平常我们一个小时 比如走一个小时 以时间来算了 大概五六千步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也不太那么容易 所以我就是 当然也会 简单的 我们都会想说 他平常的行动习惯 先了解说 比如他大概一天 可以走个二十分钟 那我们就鼓励他 一天至少超过三十分钟 慢慢累积 然后后来就变四十五十 那所以慢慢累积的话 他能够就是可以增加 对 那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就是走的步数 以步数来看 所以我会给一般民众 或者是在健康保健的意见 就是我们先从六千步 来做一个指标 能够走到六千步 那慢慢我们可以累积到八千步 当然这个是平均的 有时候一天多一点 一天少一点 那您假如说 用手机的那个看 一个礼拜 他会给你算出一个平均 大概每天大概是多少步 这个是一个还蛮好的 对就是 我们假如说不用太复杂的 那个电子的装置来做那个 那这个都是 对 那另外一个最好是 要加强那个心肺功能 心肺功能的部分的话 就是要有稍微强一点的运动 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超慢跑 超慢跑 超慢跑跟慢跑差不多 它比较更安全更自由一点 可是它会帮助我们心脏会跳得比较快 然后会出汗 那所以按照台湾就是国民健康局 他们推动的一个部分就是 一个平常我们一个礼拜运动多少才算是足够 大概他也给一个建议 一个礼拜 大概有150分钟 150分钟 中高强度的运动 那所以您怎么算 比如说可能一个礼拜有三天到四天 当中 那我们150除以三的话 大概就是说 就是看我们就可以看说有四五十分钟 一天大概运动四五分钟 那我们假如说就看 就是有时候一天运动比较少一点 可是我们也有一天运动多一点 或者是里面有10到15分钟 可以中高强度 比如说我们用超慢跑来看好了 一天有一个礼拜有三四天超慢跑 那超慢跑半个小时 大概汗也满身大汗 那心跳也会跨一点点 这样好像蛮多人事上就有这样子这个三四分 那中高强度是怎么样定义叫中高强度 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就是 以出汗跟心跳同时都有 假如说当然在夏天的时候 稍微运动个五分钟就全是满身大汗 可是就是要看心跳 心跳 一般我们心跳大概平均60到80下 所以运动完之后 你觉得说心跳接近100 哦这样就中高强度 对对对 那个强度我们就大概 60到100 这样OK 除了这些运动之外 还有我们刚才讲的认知啦 还有一些的营养之外 那渐渐渐渐渐渐如果家里面有一些长者 或者说老年人 我们希望说可以有没有什么自我评估的一个方式 或一个比较简易式的量表 我们可以来自我评估有没有这样的工具 当然我们最常注意到家人或者自己 每个人有时候会自己坚望 就是望东望西这样子 我想每个人都有那种坚望的经验 那到底这个坚望到底是要不要去看医生 或者要不要重不重要 那大概不太容易说一定有一个很容易简单的指标 不过我们可以分成两大类 一个的一类就是说可能一般我们的记忆力 以20岁才做一个单位的话 20岁大概就是我们记忆力最好的时候 20 20 那到40开始我们的记忆力开始就会摔坏一点 摔坏一点点 那所以可是到40一般我们大致上面都还好 因为都是我们生活工作就是高峰期 那再过来就是60 到60开始很多人都会觉得容易健忘 容易健忘的开始 那所以大部分就是会生病的大概就60以后了 只要是老鸡那会生病 所以老实说以40、60的人开始容易健忘 常常问很多问题 常常就是同一件事情会问好多次 或者是常常找东西 那这一些的话是比较简单的 那可是我们能不能有一些更具体 或者是更客观的一个指标 那大概在十几二十年前 美国华盛顿大学他们有发展了一个量表 叫做早期筛检的八项生活功能 那他把这八项功能就是举了一些例子 那第一项就是这个顺序前后没有什么关联 不一定有彼此 就是因为这八项已经 大家都常用了 他也按照这样子的一个顺序 第一项是判断力 判断力就是说对财务上面 或者是你平常出门做一些事情 你的判断 比如你要去 想说去做捷运去哪里 你要做哪一条线换哪一条线 等等这些自己 就是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判断 都算判断力 那上面他有列出说 比如说要买礼物好了 别人生个小孩 你可能要买什么样的礼物 才比较适合 结果他可能买这个 完全跟这个生小孩 不完全相关的事情 这个判断力就是奇怪 就是这个人怎么会想到这个 那另外就是他 比如稍微要 刚才我提到的 就是要出远门去不熟 不熟的地方 是自己能不能上网 可以找这个去的方法 判断力 就是那会不会有时候被骗 就是有人打电话来 跟你讲一些什么 就是你就很容易被骗 等等这个判断 有没有这个困难 第二个就是对活动的兴趣 以前每周大概都会出去 一两次找朋友 最近这一两年 越来越不想出去 也不爱打电话 就是对活动的兴趣 有没有减低 就是第二个 第三个 会不会重复问问题 一件事情重复问 或者是重复讲 刚刚讲过了 这也要讲第二次 讲同样的事情 那第四个 是就是在学习 用新的东西的兴趣 比如说用手机啦 用洗衣机 电子的洗衣机 电子用品 这些兴趣 使用有没有减少 或者是比较不爱用 第五个 是对于年月日 正确的记得 比如说今年是113年 今天是9月4号好了 那昨天9月3号的话 比如说九三军人节 这些都记得好不好 这样子 第六项 处理财务上面 有没有困难 就是 比如说存钱啊 提钱啊 或者是这些 缴费啦 对 这个缴税啦 或者是要罚单啊 要去这些处理上面 第七个 是跟别人约好 会不会忘记 就是会约会 约会的时候有困难 那第八项 是稍微抽象一点 就是说 对于一些持续思考 一些思考上面的能力 有没有退步 这个等等 这个是先从国外引进来的 那可是我觉得 在我临床上面 给家属去评量 或者是给病人自己看的话 这八项都是不错的 那一般 这八项里面有三项 出现三项的话 最要注意 就是最好要找 要到医院去看 一到两项有时候 就不见得 那个就是可能是跟年龄相关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提供这个 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参考 所以院长特别强调这个 AD8认知功能评估表 这个应该上网应该都有 上网就可以了 上网就可以了 大家就去查 AD AD就是英文字的 A的英文字D 然后过来就是 阿拉伯数目字的8 那大家上网去查 那就会找到这8题 那假如说 8题里面你就评估 假如您注意到说您的父亲 假如又填起来 有三项 有这个问题 而且 是最近这一两年 跟他过去来比 很明显 最近是这个现象的话 那就带去看 那就是大概是一个 比较好医巡的一个量表 对 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个 评估量表 那当然我们福大的大学 还有我们的附设医院 还有现在医学院 都是在我们天主教的整个的传承 跟体系里面 不晓得医院长有没有对我们的教会 在预防失智或失智这一块 有没有任何的研究或者是帮忙 或帮助可以提供给我们的任何的听众跟读者 好 我想 这一个 林主任刚刚所提的这个 这个问题 刚好就是跟我们今天 所在的这个地方 就是教会医院 我们天主教福人大学 附设医院 就是属于教会系统的 我们来看看到底 我们不管是天主教 基督教佛教 或者是那个 就是民间的不同的宗教 等等 那宗教对于 认知功能 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一些事情可以分享的 大概可以有两个 我可以分享两个 第一个就是 事实上在1980几年 差不多86左右 有一个叫做修女研究 它原先就是在美国中部 有一个蛮大的修院 那他们跟一个神经流行病学的科学家做合作 那他们的修女就是做很详细的检查 那包括他们的认知功能 还有就是他们 入修会前 他们所写的日记 还有在修会里面的生活 每天的活动的部分 他们每天看书的习惯 都做很详细的记录 那后来就追踪很长一段时间 那有的修女就是就过世了 那过世之后 他们把他们大脑捐出来 那这些都有做解剖 解剖之后确定 他有没有大脑就是认知有失智 对 就不止临床哦 是有解剖的那个结果 然后跟他的生前的资料 生活习惯去对比 跟他的生前的生活习惯对比 那结果就发现刚才所提的 就是目前在失智的研究里面 会认为说这四大类生活功能 包括就是认知的训练 或者是动脑 运动 还有平常的那个生活习惯 为什么跟他的那个脑筋的功能 有没有关系影响 就是一部分是从这边出来的 所以这个修理研究事实上面 一直到从1980年一直在持续追踪 后来他们大概到2000年 已经发表了不少的研究 后来他们还是持续有在做一些研究 所以第一个就是 教会的修理们 他们对于我们大脑的科学 贡献了很多 那第二个 我们目前不管是哪一个宗教 我们常常都有它一定的那个聚会的场所 是 那我们以比如说天主教和基督教 那我们可能有弥撒啦 有礼拜天的礼拜啊 做礼拜 那平常有读经 或者是有些活动 聚会共融等等 那这些都是活动是可以提供我们 算是我们社交活动的一部分 可是更重要的 教会本身 教会本身它是一个场所 所以目前最近这几年 我们长照系统里面 会很常调 就是社区的关怀据点 社区的日照 这种我们所谓的长照的B据点 C据点 这一些的话 有许多的教会 他们也提供他们的场所 作为活动的据点 让社区的老人 社区的长辈 可以每天到那边参加活动 那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 对长辈照顾 以及让他健康促进的一个好的场所 所以整个教会来讲 目前在这个结合上面是一个蛮 在台湾来讲已经推动的不错 所以这两点 我想特别值得给你们 可以分享的 对 所以刚才院长特别强调 那个修女研究 修女研究 修女研究当然是修女在教会的一些的生活 读经 团体的生活 团体的互动 事实上长期之后 事实上对他的整个的 失智的预防跟认知 事实上是有很好的帮助 那刚才院长也提到 我们的社区关怀 还有教会的系统 还有教会的提供的场所资源 这些都可以让长者有一个空间 有些资源 然后来利用 那最后最后 能不能请院长再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或读者 一句或者是一个观点 然后在老人的失智 或者是健康保健的部分的话 有没有最后一个观点 然后来跟我们分享 那我想可能就用林主任刚才提的 就是WHO世界卫生组织所谓的 所推动的 也是我们台湾国民健康署在推动的 六个能力的评估跟推动 我想这个就是 我们就重新再来一起来复习一下 就是认知 多通老金 认知的能力 行动的能力 跟运动相关 那营养 良好的营养 那过来就是我们的心情 心情 听力 听力 然后还有一个视力 视力也是一个 当然视力没有直接相关 可是视力大概也是我们 日常生活上面 假如有好的视力的话 对于活动来讲 都能够比较多的参与 大概也是一个简介的 那这六个能力的一个保健跟推动 或者是在做调整 尽管我们到高龄 我们有白内脏 我们也适当的做处理 那对视力的改善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 那我想用这六个能力来做 我们的那个高龄健康的推动 我想是一个蛮值得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 最后我们谢谢我们的叶院长来参与我们的访问 谢谢 谢谢